我們每天都會有困擾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要穿什麼衣服 如果你跟我一樣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話 這邊建議你去 Abunding Glory 買一件衣服 Abunding Glory 是一間基督徒的公司 專門使用高級的面料 幫助教會還有敬拜團 不只是T恤還有什麼那個 舞企啊那些東西 他們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來讓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們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來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現在就可以去 Abunding Glory.com 購買他們的衣服 不但可以幫助一間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購買金額的10%也會來支持 AI News繼續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購買時使用折扣碼 AI News也會同時享有5%off的優惠 現在就去 Abunding Glory 購買他們的衣服吧 因為政治目的搞出來的覺醒文化的衝擊 帶來的怪事簡直太多了 早在2007年中國的春節聯歡晚會上 小品王趙本山就出了一個一學就會 迅速鴻遍大江南北的金句 下彈攻擊 攻擊中的戰鬥機 Oh yeah 下彈攻擊 攻擊中的戰鬥機 Oh yeah 這句台詞迅速的變成了流行語 在東北大家互相見面 都得把這句話演上一段 這句話為啥那麼好笑呢 不光是因為他的整個小品情節就搞笑 因為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攻擊能下彈嗎 不能啊 這不是誰都知道的事嗎 那同樣道理 男人到底能不能還運 哎哎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千萬要小心 不要忘了 攻擊不能下彈 達成這個基本功识 還是在2007年的中國 現在在西方世界 這種基本常識已經被破滅的差不多了 男人不能懷孕 Netflix告訴你 當然能 惠山劍太郎懷孕了 這部新劇今天開始在Netflix上面上映 篇中講述一個男人懷孕了 在懷孕之後 他受到了各種社會上的衝擊 首先他就被迫體驗到了社會不平等現象 左派推進的議程 基本上你都可以在這個片子裡面找得到 既然生活に支障出てるの 仮眉豆 那是怎麼做的事嗎 對 父 乳首から染み出てくる 對 性別ですが知りたいですか 不解 不解 子供も 秋が産む訳じゃないんだし 結婚しよう 結婚はまたね 思いがけない事が 人生には起こるんですよ 出席 出席 Go Woke Go Broke 繼續再這樣推進激進議程 只會讓大家更反感 給他們公司自己帶來嚴重的後果 搞不好就得破產了 Netflix宣布在2022年第一季度 他们已经失去了20万名的用户 同时预计在第二个季度将再失去200万的用户 他们的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也下跌超过了20% 为什么会是这么惨的结果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退了他们的会员呢 因为老百姓不买账了 老百姓不爱看了 当你的娱乐不再是娱乐 你提供的信息不再是真实的 而是被政治操控着 把洗脑当做目的 开始胡说八道的时候 没有人想要再继续接受你的服务了